華航倉主管制區內緊急搭建 臨時篩檢站 醫護人員全部武裝 為員工進行篩檢 華舟傳出員工確診 同棟樓的婚業者都嚇壞了 貨物是前者 只多都要送 我們這邊重視很嚴重 比北樓還嚴重 根據疫調 華航證明員工在華舟公司 二樓辦公 平常負責報管電報 發病後傳染給同住父母 以及在另一間航空上班的太太 7月6號PCR陽性確診 一家六口就有四人染疫 而包含剛到貨的AC疫苗 都是滑出新手轉運 難道疫苗都有被污染的風險嗎 真的會接觸到疫苗 是我們的封牽檢驗的人員 目前沈棟滑出四層樓 加上同棟其他公司成員 總共897人進行PCR採檢 預計兩天內完全 但同棟樓的業者超頂張 同棟樓會有問題的 進出者還有我們的行政人員 下載大概有幾百人 四道商圖這邊進出的 大概有3000人 我們疫苗找不到 一直在通一直呼救 一直求救 到現在 我們交通部都不關心 指揮中心跟交通部 針對機場的安全 一定要提高標準 滑出的物流摸過 最多疫苗 卻沒被列入施打對象 但現在內部員工爆出確診 更凸顯防疫第一線 漏洞百出 記者劉志展蔡宇山 桃園採訪報導 字幕被告